这好像我们前两天讲的这个孝的三个层次一样 对不对 孝第一种就是晨欢西夏 这个孝养父母 衣食衣服卧具 第二呢 是把父母心中的那种愿望 服务社会的这种光中耀祖 为一种孝 第三种就是能够处理生死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面也是发展出三条定律 第一个是基本的热爱生命 追求幸福 第二 尊重生命 道德约束 第三是敬畏生命 终极关切 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终极生命的终极关怀吧 所以他下面讲了改革开放 上位到位的转型期 满足着安身立命的第一条规律 不断洗刷 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第三条定律 是不是 我们习主席讲的准确吧 所以这习主席真的不得了 所以我的讲经说法为什么要掉过头来讲我们元首了呢 他讲的话真的是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 于是尽力远清 建立妄议 唯利试图损人立即的道德施范现象 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 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 唇扎泛起 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 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 和圣中追远的定力 定自在亡 对不对 这个定力 要找到这个定力 去增强我们民族 在现代化浪潮中 强身壮体的抗体 这个抗体是不是要从精神世界里获得 是要从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里获得 要从我们最究竟的佛经当中去滋养 对不对 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是不是定自在王如来 就算像佛陀附读四大天王讲的一样 你要互民互国啊 不要让大家迷惑在物尽之中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讲的这个 跟我们地藏经是不是呼应的 那我们讲地藏经 跟这个社会是不是呼应的 在这个清明 我们清明踏青 追踪思远 纪念我们的祖先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纪念我们祖先的优秀文化了 要继承它 来滋补我们 所以习主席在前面讲了 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悠久的文化的支撑 也没有现代化的发展 反过来现代化的发展 我们只追求了第一个 热爱生命追求这个 反过来 第一条规律反而磨损减弱了第二条和第三条定律了 对不对 那现在什么经济利益至上 发展是硬道理 利益占到第一位的时候 甚至是不是 连 大家甚至打这个主意都打到佛的头上来了 对不对 这是叫借佛敛财 这叫 对不对 借佛敛财 这个到底这是恶业还是善业 恶业 他就是想发财 冲昏头脑了 对不对 跑到佛头上也来想发财来了 就是好像要卖 父母亲不是卖孩子了 父母亲都卖了 父母亲卖了不算 还来卖佛来了 了得了 所以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承扎 所以习主席昨天 这个里面 这个是刚刚说的 这个13年12月份好像 是不是 没有多久 是对 对这个 对什么呢 是讲什么的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13次集体学习 围绕的中心议题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个人为什么说舍身取义 对不对 哪怕我为了救那个就救那个就确实我们中国也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啊 一个老师 这个这个学生在走路的时候又车开过来 这个老师把这个小孩子推走了之后是老老师被车撞死 这个发生在哪儿哈尔滨好像全国人民追念悼念这位老师 这个老师才二十多岁一个女女女女老师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新闻马上给他写牌位超渡他 那他这样 请问 我就会像带我亲生妈妈一样 使出尽数 我要把他超渡到极乐世界去 如果人没有道义了 不称为是人呢 人失去道义比虎狼还要坏啊 对不对 因为人被虎狼的头脑都好啊 所以就是要有道德约束 没有道德约束的人比虎狼还坏啊 你说这世界上一年被蛇咬死的有几个人 你说被人咬死的蛇有多少 对不对 你说被人咬死的蛇多不多 多的数了去了也不可计算 我们就这样救 每次救救 救我们偷偷的救 你救了别人说 这人你还放蛇 每次都偷偷救 每年偷偷救 你说那样救能救多少 到底是人吃掉的蛇多还是我们救的多 那是说明这个人啊 人的心比蛇还狠还毒啊 是不是啊 哎呀真是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人心里面地狱多不多 都是个大铁威山里面吧 好 那翻到第六啊 如来赞叹品第六 你看 我们现在有觉悟了 如来佛也赞叹我们了吧 如果这世界的众生有觉悟 佛陀也会赞叹的 好 我们一起来念 如来赞叹品第六 而十四尊 举身放大光明 遍照百千万亿 横河沙等诸佛世界 出大阴身 普告诸佛世界 一切诸菩萨摩赫萨 及天龙鬼神 人非人等 如今日 称阳赞叹 地藏菩萨摩赫萨 与十方世界 陷大不可思议 微神慈悲之力 救护一切罪苦之事 污蔑度后 如等诸菩萨大士 及天龙鬼神等 广坐方便 为护世境 令一切众生 正涅槃乐 你看 佛 举身放大光明 举身 从头到脚 每一个寒毛 每一个细胞 都放大光明 骗照 百千万亿横沙 横河沙等诸佛世界 不仅仅是娑婆世界 佛才没这么自私自利 我是娑婆世界的教主 我照指照娑婆世界 是不是 别人家里我才不管 个人只烧门千学 不管他人瓦上霜 这是一种凡夫的境界 那我们要学佛了 我们要不要打破这个境界 要向佛学吧 有的人就说 你这个人管的闲事真多 吃自家饭管他人事 那是不是凡夫的分别念 我们以后就专做这个事 吃自家饭管他家事 这个是什么事你知道 那你就变成什么人了 你知道吗 那你就不是人了 你是什么 菩萨呀 这佛陀说啊 自卫度而度人者 乃菩萨发心啊 自卫度什么 就自家的事还没还没做完呢 就还帮别人做事去了 这是菩萨啊 请问菩萨还是不是人 菩萨是大写的人 对不对 讲不是人好像是骂人 菩萨是大写的人呢 我们要做大人呢 对不对 不能做小人呢 那我们今天发了心 请问佛有没有加持到我们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 你现在身心很热 有没有 头脑也发热 不要头脑一发热 我发菩提心 我学地藏菩萨 地狱不空 师不称佛 一直出门 凉风一吹 头脑凉下来了 又个人自扫门前学了 所以旋出旋入 才生一个善念 就是转念即时 或欲欲恶缘念念真上 对不对 地藏菩萨前面有没有讲 前面讲我们详细解释那句话 就是好不容易生起一个善的念头 掉头就忘掉了 碰到一些不好的对劲 哎呦 马上这个不好的心态 呼呼呼呼就起来了 我们不要这样做 所以要把我们现在生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佛举身放大光明 我们现在从头到脚有没有热 有没有热 你现在你感觉一下 有没有热 如果你哪里凉 你赶快佛光现在去照到那里 那里有众生 你家里祖先在那里呢 请问这两天我们家祖先 祖先有没有超度 有 那请问全部都超度了吗 没有 那有些祖先请问 他为什么不能被超度 我们家祖先 我们想一想 你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过去做了什么了 我们在座你想想 前世 他们在人做人的时候 做了很多罪业 被罪业所束缚 然后我们呢 我们在座的听经的状态 请问我们五百多人 每一位好好汇光返照一下 我们这个法会不是说为我开的 也不是为五百人开的 就为我们每一个人开的 你有没有像佛一样举身都能够 从头到脚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寒毛都被感动 我们今天是第几天了 第四天了 这四天来我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是小子以礼 动之以情啊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被感动到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汗毛 全身都感动到 我们有没有替老祖先忏悔 我们作为祖先的子孙 有没有发誓 有像地藏仆子上一样 发大宏愿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发大宏愿 你没有放光 你的生命还没有产生正面的价值 你的老祖先怎么得你的利益而解脱 灭罪而超生呢 对不对 所以祖先你说急不急啊 说你们在那里 你们在那里 你们在干嘛 我还在哭啊 我减虽然减掉一分两分三分 但是我还有五六七八分 你这个心一转 哎一掉头 马上我砰就掉回去了 又回去了 受苦去了 哎 因为我昨天 昨天我们走排队过去 我们在那边整理队伍的时候啊 我这个喊一遍一遍的喊 从前面走到后面绕圈的喊 哎 那你看看 从我们的动作 可我们的大脑反应力就可以知道我们 我们动作有时候还是有点拖拉的 大脑反应还是迟钝的 对不对 说明我们的业障还是蛮重的 对不对 是不是被仗着 那你我们都被仗着 那这个佛光被你仗着之后 还本来就指望你当那个灯塔的 当你当转当转播台的哎 哎地藏经理后面讲到了你活人听听到八分功德的话 家里面人只能得到老祖先只能得到一分功德啊 如果这个比如说十分功德 到你那边衰减到还真是一份 那你家老老祖先只得到多少 就得到一点点的哎 我们业障越重我们老祖先得到的利益就越少啊 那我们我昨天就看个排队我就发现 我们这个心智还为开啊 业障还蛮重啊 那老祖先你想得到利益一次 这个是确实 他们很苦很急啊 抓心一样的啊 啊很苦啊 然后眼看着自己又要掉下去了 又要掉下去了 怎么办啊 我们这些愚痴的佛教弟子们 所以他们的子孙学佛那么吃力 不开智慧 很执着我像 如果我们的祖先宗亲在地狱 在恶鬼 请问 我们能快乐吗 我们的眉头能疏开吗 你不会影响吗 因为你是血脉关系啊 你就莫名其妙 你找不到 实际上怎么样 就是你家祖先 我们的祖先在地狱中受苦 在恶鬼道受苦 你子孙不会那个的 所以我刚出家 我师父都说 要对父母孝顺啊 劝他们行佛啊 要超度祖先啊 然后师父又有一句话说 轻得离成垢 子道方成就啊 为什么我们业障还在仗呢 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先还在痛苦之处呢 还在 在阴朝地府呢 是不是这样 一边我们人在这里 我们人在这里 我们的全部人都在这里吗 你的基因 你的基因的那个 你的血脉 你的你的家庭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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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息 那个神子还牵到地狱里呢 请问那你你你能够进入好的境界吗 你说那我拿刀把它割断 请问是你割断还是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学佛 虔诚的学佛 把借佛的光明把它们拉上来啊 你写一个牌位就够了 你不用心 你写个字写牌位上就交给牌位了 就交给师父了 我们自己用心啊 你看刚才第五评里是不是那个讲那个 有的是这世 有的是前世 他们的子孙们在人间造业 他们的祖先也受连累 祖先死了在地狱 在恶鬼 在畜生好了 子孙如果学佛 借恶修善 广修功德 那父母 祖先还能够光宗耀祖 还能够操拔他们 反过来呢 我们杀神 吃肉 喝酒 杀盗 盈望 我们子孙如果做这个 我们祖先要不要受连累 受连累啊 明明地狱要登十万年的 因为我们 好嘞变一千万年了 明明做狗 做个一事两事就行了 因为我们这样好嘞 做多少事 狗多少事住 佛举身放大光明 骗照无量百千万一横河杀 诸佛世界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被佛光照到 也每一个全身都被佛光照到 每个汗毛 每个西瓜 所有我们的历代祖先 历生父母也被佛光照到 历代祖先历生父母要被佛光照到 就要指望谁了 就指望我们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跟历代祖先历生父母 有血脉关系啊 那地藏菩萨为什么以孝道来呢 就是靠血脉关系 他才能度众生啊 他要不是做你儿子 还度不了这个妈妈呢 我跟你说 是不是 你要文殊菩萨 你说怎么度众生 那我做你学生 你看 静异菩萨 静眼菩萨 为了度那个 做他儿子 文殊菩萨说 我给你做学生 这个老师他会开智慧 你看十二大院里就有 很奇特的 像有的人一样 怀了个孩子 马上采气来了 干什么赚钱 那这孩子的福报啊 像舍利弗一样的 舍利舍利母 舍利母又怀了舍利弗 好嘞 他以前从来辩论不过他哥哥的 只要自从他怀了孕之后 他哥哥再辩论不过他了 说什么 他哥哥智慧没他高 所以他哥哥就 他哥哥知道 他们婆罗门嘛 他知道 这不是我妹妹厉害 是我妹妹肚子里 这孩子厉害 他说我这个 如果孩子出世了 我现在辩不过妹妹 他算了 如果我这个外孙来 我还辩不过外孙 那才丢脸呢 赶快去学艺去 他出去学艺 拜师学艺去了 他说为了我要能够胜过我这个外孙 他不是为了要胜过他的妹妹 他知道这是我外孙厉害 这个叫长找凡志 等过了16年回来 舍利佛跟佛出家了 结果他不服气 而跟佛的来要他这个外孙 我这个外孙这么聪明 全印度著名的 这么聪明 怎么 你有什么资格受他多土地 为了我外孙 我心我寒心如苦 在全印度学 学了这么多年回来 我想做他老师的 结果要来跟佛谈判 说我如果辩论输给你 我把头给你 我如果辩论输给你 你把外孙给我 你看这也很厉害的 结果就一个回合就败掉了 没有三句话 一句话就败掉了 一败 糟糕了 那我砍头吧 佛都说我不要你头 要你头干嘛 脏脏的 他说你既然愿意投给我 那你就给我做土地吧 结果好嘞 他听佛 听佛说了三句话 他开智慧 振发眼镜 欢欢喜喜剃肚 剃肚出家 结果他刚振发眼镜 他的外孙舍利弗 佛陀是把他引掉了 以神通力引掉了 其实舍利弗就站在边上 但是他这个舅舅不能让他看到 看到他就激动了 所以不能让他看到 他出了家之后 他振发眼镜 佛陀在让他看到他外孙 舍利弗 他振发眼镜的同时 舍利弗振阿罗汉国了 所以你看 听佛的故事 你看心里爽吧 爽吧 听听听听 老祖先地狱里出来了 你听听听听 哎呀我过去男生父母 饿鬼到处来了 那这比赚钱比什么还爽 我跟你说 对不对 哎这个天下第一乐 哎这就叫伐喜 哎充满 哎那所以我们现在同谈道友就叫天下 道友 第一清啊 对不对 哎 现在我们同谈听法是不是很轻 比比你同胎出生的兄弟还轻我跟你说 现在我们这个同谈听法啊 这叫同一个谈诚呢 哎我们比个例子说啊 我是现在是凡夫 但是我以后总会成佛吧 哎 我以后如果成佛的话 那你们都是我的徒弟啊 都是挣阿罗汉国为的 那我成佛了我有佛国吧 那我如果成佛了我有佛国 你们都是我佛国莲华台上的人呢 哎 所以道友第一清啊 对不对 哎 道友第一清 哎 想胡握握手 真的是道友第一清啊 广作方便 维护世经 令一切众生 振 涅 涅 哎 乐不乐 哈哈哈哈 乐 你说翻译这个经典的这个法师叫谁 哎 是他难妥 是他呢翻译成中国话叫什么意思 学习 学习法师翻译的 传习法师讲的 哈哈哈哈 那个如是我闻那个是谁啊 阿难 阿难翻译成中国是什么 叫庆喜 哈哈哈哈 哎 庆喜结集的 哎 这个学习翻译的 传习讲解的 哈哈哈哈 然后所有这次来听经文法的都镇涅潘乐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 说是鱼仪 会中有意菩萨 明月 普广 要不要把他推广 哎 どう 你看这位菩萨就出来了 请问这位菩萨 普广菩萨是谁 是谁 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就是 所以看情就像看自己一样 哪一位角色出来 这就是我 我就扮演这个主角了 南方世界有相遇 相遇花云情花云 暴雨暴雨无数中 微笑微微变状 天人们佛世和灵 佛言地藏菩萨 三世如来同赞叹 十方菩萨共归 优优独播剧场上 未经许可,不得不保护 典不消失 也不允许可,不得不慈 在世界给谁 宁可,不得不慈 кож云、不得不慈 离地藏菩萨共归 佛言地藏菩萨共归 四方世界有处 宁可,不得不连 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封硕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身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身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身协会广妖宁 一同加入护子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画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学佛的猴子 阿珍和阿珠姐妹两人 从小便和父母一起学佛 长大后 他俩更是坚持吃摘念佛 放生护生 阿珍 阿珠 你们起得好早啊 打算去哪里呢 大叔 早安 今天我们俩要去隔壁村的市场上 买一些布 做衣服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们可要早点出发哦 去晚了 市场可就结束了 大叔 你有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买回来的 你就不用多跑一趟了 哈哈哈 谢谢你们 我没什么需要的 你们赶快去吧 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逛逛买买东西的 好的 大叔 若你没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要去市场了 再见 这两姐妹真是好奇怪 怎么经常在自家门口 撒一些米啊 这未免有些太浪费粮食了吧 哎 你不知道啊 这姐妹俩可都是菩萨心肠 她们不是经常撒米 而是每天早晨 一定都会撒一些米给鸟儿吃 因为他们担心鸟儿找不到食物 会挨饿受冻的 所以才会这样做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她俩可真是有颗慈悲心肠啊 那是我误会她们了 哇 今天市场怎么这么热闹啊 当然了 马上就要过节了 大家自然都要来采购一些丰盛的食物 买一些漂亮的布 做新衣的 我们也快去选吧 完了可就没有漂亮的布匹了 那里是卖什么的 怎么有些人围观呢 我们过去看看吧 现在正是进步的最好时候 而猴肉 那可是最好的进步食物 大家快来买啊 先杀新鲜的哦 哎 这只猴子也太小了 哼 会有多少肉啊 大猴子已经被人买走了 现在只剩下这只小猴子了 你再不买的话 这只小猴子也会被人家买走的 你们看 他还在哭呢 这只小猴子就像个小孩似的 怎么下得了手去宰杀呢 我说过嘛 我负责宰杀 刚才那只大猴子不就是我杀的 你买回去只需要放进锅里煮熟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的 猴肉也非常好吃的 真是的 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这应该是一对母子 你当着孩子的面 将他的母亲杀死 真是太残忍了 你看 这只小猴子给吓成什么样了 你不买猴子就别说闲话 你买下他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宰了 一只死猴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作孽呀 真是作孽呀 你这只小猴子要买多少钱呢 你要的话算你便宜点 一千元就好了 这么一只小猴子 哪里值这么多钱啊 要知道捉一只猴子有多难 更何况还是一只活的 现杀的猴子可比死猴子新鲜 不但口感好 而且滋补效果 也是死了多天的猴子没法比的 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姐姐 这只小猴子实在太可怜了 不如我们将它买下来吧 是啊 我们要救救它 不过买下它的话 我们可就没有钱买布匹做新衣服了 姐姐 我不要新衣服了 我们买下这只小猴子放生吧 嗯 老板 这只猴子我们要买了 哎呀 这位小姐 我正准备掏钱买它呢 你怎么突然跟我抢啊 不行不行 总有个先来后到 这只小猴子 我先要买的 您买这只猴子让给我们吧 我们是要将它买回去放生呢 啊 买回去放生 老兄 你就让给这位小姐吧 老人家都说放神积功德 你就让给他吧 你这样做 也是积功德啊 你还是把猴子 让给这位小姐吧 成全她行善放生的心愿吧 哎 算了算了 那只猴子 我不要了 好了 现在只有卖给你了 小猴子 你不要害怕了 你得救了 小猴子 你先跟我们回家 等你身体的伤好了以后 我们就把你放回到山林里面去 哈哈哈 哎呀 他好像真的能听懂你们的话 当然了 世上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这只猴子看起来也是非常聪明的 这只猴子 现在是我们的了 麻烦你将它身上的绳子解开吧 啊 松开绳子 它可就会跑掉了 是啊 要想放生 也要将它带到山林里放啊 你怎么能在这里就将它放了 小猴子 小猴子 你前世不休 动入畜生道 畜生是难免流血惨死的 我救你的目的就是要你离苦得乐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归衣三宝吗 好了 你将它的绳子松开吧 我相信它是不会跑掉的 猎人半信半疑的将捆绑在猴子身上的绳子解开 那只猴子果真没有逃跑 而是跟着阿珍阿珠姐妹俩一起离开了市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野生的猴子很凶猛又强又恶 得用麻绳铁链才能将其束缚住 可现在它竟然在毫无束缚的情况下主动跟着那俩姐妹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那小姐说的没错 万物都有灵性 这只猴子知道这两位小姐救了它的命 所以才会老老实实的跟着它们走吧 姐妹俩将小猴子带回家后 便找了药为其治疗身上的伤 那只猴子非常乖巧而且善于魔法 当姐妹俩潜心拜佛的时候 那只猴子竟然也有模有样的跟着雪 姐姐 这就是你们买回来的那只小猴子 是的师父 它好像真的想要学佛 师父 这个小猴子拜佛的样子可虔诚了 好吧 那我就让它归一三宝 小猴子 你以后的名字就叫悟空好了 悟空 以后你就跟着我住在这里吧 如果你想回到山林 那随时就可以走 哈哈哈哈 这个猴子真是有灵性啊 我看它可以帮助我们照顾佛堂后面的那片果园了 就这样 这只猴子归一了三宝 它不愿回到深山里去 每天早晚课的时候 都是跟着五体投地的拜佛 人们念佛的时候 它口中一难难有词 不断的佛佛佛的随着念 做完早晚课时 它必定到果子园去 爬上最高一棵树上 眺望远方 看看是否有人来掏果子 师傅 今年果园里的果子比往年多好多啊 是啊 而且今年果子长得也很好 你们看 它们长得又大又红 哈哈 这可都是悟空的功劳 悟空 这和悟空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不知道啊 平时悟空没事做的时候 便会来这里看守着果园 自从他来到这里 就没有人敢来偷果子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悟空不但自己不偷吃这些果子 反倒还会抓偷果子的贼 真是太神奇了 哎呀 是谁在佛堂里敲打法器啊 不会是悟空吧 悟空 不要胡闹了 你快下来 悟空 你快下来 你竟然坐在了佛车上 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 悟空 现在罚你跪箱 因为你坐在佛桌上 对佛无礼 所以必须向佛忏悔 以后不可再坐在佛桌上 乱敲打法器了 等这只箱烧完 你才可以起来 悟空竟然这么听话 他真的会在这里跪箱吗 当然了 虽然悟空身上还存有一些野性 但是佛性已经开始在他内心慢慢显露出来了 好了 就让他自己在这里反省好了 我们继续去摘果子吧 就在师父他们三人离开不久 有两个邻村的孩子走进了佛堂 他俩一眼看到了正在跪箱的悟空 哎呀 你看这不是果园里的那只猴子吗 对哦 是他耶 这只猴子真是可恶 上次我们去园子里摘果子的时候 差点被他抓烧 我看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离他远一点 为什么 今天正好让我们教训他一顿 看他还敢不敢抓我们的 可恶的猴子 今天我让你好看 嘿 嘿 看你之后还敢不敢抓我们 哎呀 这只猴子今天是怎么了 挨打了竟然都没有跑 是啊 他这是在做什么呢 是拜佛吗 好 我看今天我们就饶了他吧 饶了他 没那么容易 上次他把我的衣服都抓破了 今天我可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才可以消消我的气的 嘿 你这个猴子竟然不怕我 好 看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们想干什么 怎么可以一直欺负悟空呢 不好 师父回来了 我们快走 啊 悟空 你怎么样了 他们打你 你为什么不躲啊 悟空 悟空 香还没烧完 你不能起来是吧 悟空真是一只有佛性的猴子啊 天地万物本具佛性 小猴子前世虽一时迷媚造业犯错 不过堕入触道 但善姻缘成熟之时 他也会懂得趁回改过 弥补前千的